受到疫情的影响 行政院主机总处公布了 5月份失业率高达了4.11% 这个数字比起上个月来说 上升了0.47个百分点 这已经创下近8年来的新高 就业人数大减了12万多人 这也是历年同期的最大减幅 有79万多人 5月份的工时是连35个小时都不到 尤其会遇到的困难是说 今年的毕业生得跟去年严毙的学长姐 还有因为疫情被裁员的上班族 一起来竞争这个工作的职缺 等于说找工作这条路会变得更难 而劳动部现在推出了安稳雇佣的2.0计划 连续工作满4个月 雇主最高可以奖励3万块钱 至于劳工最高也能奖励2万块 领毕业证书一个人 扔学士贸也一个人 为了防疫毕业生忍受孤单 但三级警戒持续 还有多少毕业生 继续孤单的找工作呢 不只毕业生面临找工作的困难 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 五月份失业率百分之四点一一 比起上个月上升了零点四七个百分点 是近八年来新高 就业人数大减十二点六万人 也是历年同期最大减幅 有七十九点二万人 五月份的工时连三十五个小时都不到 比起四月暴增了六十点三万人 受到疫情冲击 现在想转换跑道的上班族求职路也很颠簸 劳动部七月十二号起到九月三十号 推动安稳雇用二点零计划 只要是接受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 雇用失业劳工全时工作 按月计筹满两个月 劳工津贴一万 雇主奖住一点五万 要是达到四个月 雇主最高奖励三万元 劳工最高奖励两万元 但最根本的还是疫情要稳定控制 职缺数也才能稳定增加 华视新闻卢力云张正杰台北报道